省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在南京召开 省扶贫开发工作20周年座堂会 省委副书记省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副省长省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徐明主持会议 1992年以省委派驻树阳县扶贫工作队被开端 我省实行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 20年来先后有1200万人次被列为帮扶对象 省级机关及挂钩帮扶后方单位累计向苏北派出了5138名干部 在全国率先消除了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500元的绝对贫困现象 省定经济薄弱村全部实现八有和集体收入5万元以上目标 石泰峰指出 20年来我省农村扶贫开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要认真总结区域发展和扶贫开发相互结合 普惠制政策和特惠制政策相互配套 开发式扶贫和救助式扶贫相互衔接 外部支持和内生发展相互促进等成功经验 推进新一轮扶贫开发 事关我省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 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的大局 要确保按时序进度完成各项任务 为全省如期实现两个率先目标做出应有贡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解民 省政协副主席包国新等参加会议 下期